佛教的金刚经有云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已经原集的新云大师也曾经说过 我就是纷争的根源 他说中文的我字旁边是个歌 暗喻我是个引起纠纷的最大因素 而英文的我是个大写的字母爱 可以见得我是多么的自尊自大 人类往往因为执着于我的看法 我的财富 我的利益 我的名位 因我而自私 因我而执着 因我而爱染 因我而纷争 我之一念令人永不安宁 法华经里头说 我见太众之人欲如恶鬼 因此欲求世界的和平必须无我 无我才能大功 大功才能无私 无私才能和平 有一个报道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美国总统罗斯福问中国的太虚大师说 如何才能和平 大师回到慈悲无我 所以想要求得和平 正本情愿之道 首先要消除心中的我值 如今世界上正有两场引人担忧的战争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 和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哈马斯之间的 残酷交战 尽管无数的百姓死伤 双方却不愿意停火和解 台湾海峡两岸不也有一处激发的战争危机吗 政治家跟军事家不能解决的难题 宗教家能不能开示的清楚呢 各位观众好 今天非常难得到我们节目现场 来谈寻找和平关键的 不是一般人 他是一个佛教的师父 那么今天在举世滔滔当中 人们寻求心灵的慰藉 很多人都去找宗教的力量 那今天这位师父来到我们节目中 其实也是用佛教的力量 对于今天混乱的局势 做一番开示 如果您觉得无论是国内国外的情势 特别是国内国外的政治情势 战争的走向 让您觉得无所适从的话 现在是2023年的年终岁末了 你觉得开始的2024年 你需要一点心灵的慰藉 或你希望2024年 你个人心灵跟2023年的混乱 有一点不同的话 今天我们这个师父 他来到这个节目中的目的 就是来对我们做一番开示 看看他是不是能给你带来多一点 内心的平静跟和平 非常谢谢建护法师到我们节目中来 建护法师是中台禅士 以前的一个法师 后来你离开中台以后 自己云游四海 特别是在国外去度化众生 所以今天我们找你来谈和平的关键 或者谈世界的和平 其实最恰当不过 因为你云走了各国 云走四海之后 回到国内来 给我们的老百姓做开示 恐怕讲得更广泛 更能的贴近人心 所以首先要欢迎您 很荣幸 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进行的这个背景呢 是2023年的岁末了 2023年其实是地球上非常混乱的一年 不仅有两场非常大的战争在进行 各位都知道 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从2022年开始 经过2023年可能还要打进2024年 那么世界上两大宗教 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 这个犹太人的以色列 跟伊斯兰教的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这个族群 他们的战争已经惨绝人寰到 打开电视机很多人都不敢看了 因为太多的众生 太多的妇女小孩 在完全没有抵抗力的情况下 就这样子被这个牺牲了生命 那更不要说过去两三年来 因为气候的变迁造就了很多气候难民 因为他们的国家生存不下去 不然因为战争 因为极端的气候造成土地的流失 粮食的缺乏 贫富的差距 大概有数千万人被迫 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乡 到另外一个土地去寻找生活 事实上可能比他家乡更困难 那么讲到国际局势 我们不得不提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那么过去两三年中美关系 的确是在唯一震撼当中 那最近虽然两国领导人在旧金山见了面 但并没有解决这世界上想要知道的一些根本问题的解决的方式 那么美国自己本身也问题非常的多 不但是他们的种族的这种纷争 奇异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 美国主要两大政党之间 完全没有办法在同一个问题上形成共识 他们的隔阂越来越深 其实也让很多其他的国家非常的担忧 就是我们这个地球进入2024年 我们这个世界进入2024年 会是跟2023以前完全不同的一个面貌吗 我们要透过什么样的一种作为 什么样一种努力 可以让2024年比2023年 更可以让我们有点希望的寄托 所以这样背景下 今天把您请到这个摄影棚来访问 第一个问题 我就要问您说 我形容的刚刚的这样一个世界 非常混乱 让人心非常震撼 不安的一种状态 你觉得你要怎么样来开示 我们的众生 特别是从佛教的观点 从您自己修行的一些的这个观点 慧宇真是大哉问 这都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问题 也是最让人忧心的问题 那我是一个佛弟子 佛教我们怎么去看人生的这些痛苦 所以战争造成很大的痛苦 贫富差距造成很大的痛苦 国家的种种的问题造成痛苦 环境的破坏造成很多的痛苦 那它就有归纳出一个原则 就是叫做苦极灭道 成为四身地 这四身地是佛教一个根本的教理 也就是我们人生的苦 小至于夫妻的吵架 孩子父母之间的问题 大至于社会上的种种问题 大至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这些苦都有一个共同的缘起 共同的原因 共同的原因 什么原因呢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我们自己人心当中的贪 贪跟吃 贪就是贪婪 成就是嗔恨 吃就是愚痴 战争都是因为什么而起 一个是贪婪 我要占你的土地或资源 或者从嗔恨 我要报复 我要把你消灭 那环境的问题是什么 贪跟吃 我们人类工业革命之后 发展这两三百年来 不知道我们自己在破坏我们的环境 这是愚痴 那还有呢 对这个土地愚取愚求 那是一种贪 那贫富差距 国家里面种种问题 其实都离不开 贪 成吃这三个因素 所以我们先要了解到 因果 就是苦是一种结果 战争 环境破坏 这是一种结果 它的原因是什么 知道原因之后 我们才能够寻求一个方法 去想办法解决 好 那现在我们知道贪产吃可是好像 那我又能做什么 我能怎么样 好 那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到 贪产吃 它对我们自己的人生 对于这广大的群众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我们翻开历史 无数的这一种事情 历史事件一直在重复 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 除了环保之外 其实在历史上发生无数次 你会看到一个pattern 看到一个共同的之处 也就是举例来说 像现在的以巴战争 哈马斯跟以色列的政府 杠上了 我们看到的也许是 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 去莫名其妙地杀死了很多以色列的平民老百姓 所以以色列实质要报复 又杀了更多的巴勒斯坦的人民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必须要看到更早一点 这过去几十年来 以巴之间的在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现在大家慢慢知道了 在1948年以后 以色列慢慢占领了巴勒斯坦很多地方 像加萨跟西岸这边 然后是怎么样对待巴勒斯坦的人民的 所以当这些人民受到这样的种种的迫害的时候 他心中是充满了愤怒的 就是嗔恨 充满了愤怒 充满了愤怒 想要去报复 这是很自然的 想要去扭转这个环境 但是他没有资源 他没有资源 他没有支持 所以他能想到的就是恐怖仇杀 或者是这样子恐怖报复的方法 所以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越来越多的恐怖组织的背后 我们如果去深入了解他的缘起 他的因缘的话 你就会看到 有一群被逼到绝境的人民 但是他们的处理方式就是以仇报仇 以恨报仇 佛经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就是以仇报仇 仇中不止 就是永远没办法停止 为心无称 仇方能止 只有心当中没有称恨 仇恨 仇恨才有可能停止 大家想一想有没有道理 你伤害我 我要报复你 那这样子两边 一定是这个仇恨就 越来越高 伤害的影响到的人就越来越多 那但是有仇不报 非君子是不是 不是 这是一种很短视的看法 怎么看全局 那有没有以德报冤的例子 有吗 有很多 有很多 我只知道中国以德抱怨日本 那师父可以想到更多的例子 我们生活中的例子 国际间过去历史的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天有一个人来骂佛陀 因为他很嫉妒佛陀 你说你是觉悟的人 你说你是圣者 你说你多么有品德 多么有道德 这么了不起 那么但是我看你根本就是一个胡说八道 宗教骗子 就是讲一些非常难听的话 都不是实实的话 我们自己有没有被人这样子对待过 或者误会过 或者批评过 你觉得你的批评是不对的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成恨 会不会生气 对不对 生气的结果就是吵起来 吵起来有好的结果吗 通常没有 那因为监护师自己 很多年都是在国外 知道禅修 知道佛法 就有一个真实的例子 当我们面对厌恶我们的人也好 势力也好 当我用的是找出我们的共同之处 我可以认同你的地方 从这边开始的话 是不是会有一个不同的结果呢 当我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不一样的时候 我的结果就会不一样 如果我处理这个方法的 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永远是一样的 就是以仇报仇 那我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以色列的平民老百姓被杀死了 无辜的 巴勒斯兰的平民老百姓也被杀死了 是无辜的 对不对 这样子继续下去 有一个好结果吗 不会的 所以呢 一定要 两方认知到 我们希望的是大家死上更多 还是能够和平相处 还是说我们希望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我说我要比较好的结果 我一定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 我是不是可以聆听对方的声音 试着去理解他的痛苦在哪里 他的问题在哪里 那当然两边愿意这样做的话 那和平就有希望 好 所以历史上所有的战争 就是近几十年所有战争 我们都期待有一个协调的力量 可以来做到 让双方可以彼此求同存益 然后让战争风险减到最低 但是我们国际间有个机构叫联合国 通常都是去向联合国求助 因为联合国本来就是 提倡谋求人类世界和平的一个机构 但是我们看到近年联合国的宗教不脏 当然因为成员国跟成员国之间有太多 这个行格势力的这个成见 就是没有办法忠义牵通 所以如果从联合国的角度 联合国以谋求世界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出发 如果能采取佛教中间的 刚刚师父介绍的这些理论的话 很可能就会减低彼此的纷争 但今天情况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联合国几乎没有办法调停 只能派个维和部队 维和部队也没有办法维持和平 所以刚刚师父讲的这些 如果请你去联合国去演讲 说今天世界上有好几场战争 安全没有办法被调和 那你要怎么跟他们讲 给你出一个题目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 我觉得你会回答得了 我们做人做事 有时候会短视 有时候能够看到全局 所以佛法讲 你处理问题需要智慧 那短视就往往会让你看不清楚 被情绪所阻导 现在我们看到是两方的领导 都被情绪所阻导 被仇恨的情绪所阻导 我们如果能够看到全局 全局是什么 未来两国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 五十年以后 我希望我们国家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两国能够看到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 看到全局是不是会有种不同的思考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在情绪升起来的时候 让能够回归到冷静跟理智 那这些佛法是有方法来教我们的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两方是好像水火不相容 但是我们也看到世界各地 有这个民间升起的力量在反对这样的事情 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吗 测饮之心人皆有知 我是相信 我们佛法是相信 人的心的根本 是容易产 是能够产生出这种测饮之心 就是希望不但是我好 你也好的 所以这一点呢 要能够把它启发出来 万法为心造 佛说万法为心造 其实从心开始出发 体会到对方的立场 很可能战争就有一个谋求和平的一个可能 不过现在的情况就是 炽热的仇恨 跟一定要战胜对方的这种意志 大概让这场战争很难够 很难走到这个尽头 我们会看到从历史上 这样的一个政权 其实不容易持久 你看到现在两国这样的情形 哈马斯也是被打得非常非常惨 然后呢 以色列的政府 其实全世界很多很多人都在反对了 那当然有一些强而有力的力量 在背后支持他 但是在支持他的这个力量 也开始受到很多人的唾弃了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情形是不会持久的 师父面对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战争死结 没有办法打开的情况下 那我们来寻求宗教的协助 佛教是以慈悲为怀的 以慈悲为怀的佛教跟佛法 能够在这样的节骨眼上 做怎样的开示 或者帮助众人去了解 打不开死结的战争 用什么样方式 其实这个战争是可以打开的 佛法解决问题的方式 有一点像中医跟西医的差别 西医呢就是快很准 当下把那个瘤给切掉 中医呢就是长期的调养 身体 然后慢慢可能不是能够很快见效 但是它可能比较根本 佛法呢想要根本的解决问题 它没有办法很快的 譬如说扭转这样的一个问题 它看到的是 因为那个根本是在我们的人心 所以人心的教育 人心的培养 那或者是说 对于现代的人有姻缘的时候 我们来给予一种开导 一种启发 让大家能够慢慢去转自己的心念 如果心念不转的话 我们再多的一种规定也好 政策也好 其实最后只能是短暂的 效果是短暂的 好 所以呢 我佛法没有办法 现在就有什么快稳的方法 把这个情形扭转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我们看这个问题 忧心是没有帮助的 但是我们从自心慢慢开始影响身边的人 用一个正确的观念 叫做正知见 正确的知见 也是正确的观点 那我们刚才讲到贪嗔痴嘛 对不对 了解它的起源 我们就看到这些领导人也好 或者是一般人也好 他心中的贪嗔痴是充满的 我们如果能够影响一个 影响五个十个 这呢都是我们在运用这个佛法的力量 那师父呢 在加州戏谷那边 待了十几二十年 那在那边我们成立了一个跨宗教的联盟 不是我们单独 就是我们跟好几个主流宗教 成立了一个跨宗教联盟 目的就是说 我们彼此来了解 彼此来对话 今天我们也许会看到说 犹太教跟伊斯兰教 是不是千年的死对头 很多人都这样讲 其实我们如果看整个历史 不一定是如此的 犹太教跟伊斯兰教的起源 根据他们的圣经 其实他们原来是 同源的 亲戚 对 那当然在历史上 也有彼此迫害的情形 但是也有在数百年当中 和平共处的情形 你譬如说巴勒斯坦这个地区 几百年来 都是以伊斯兰教为主 阿拉伯人 当然 那在这些阿拉伯帝国当中 有的帝王是会去迫害 其他宗教的 但是有很多帝王 是采取非常开放的宗教政策 这时候 犹太人住在那边 都是很和平的 在纳粹的时候 很多犹太人开始 涌入巴勒斯坦这个地区 其实有很多是被 伊斯兰的家庭所收藏 所收留 所保护的 所以并不是他们就一定是死对头 好 那我在跟这一些不同宗教 就是包括天主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犹太教 还有印度教 这些他们的专家 传教者 沟通的时候 我慢慢发现到我们确实在教义上面有很多的不同 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对谈就是我们有兴趣可以去了解我们不同之处 但是多半是我们要了解我们共同之处 共同之处是什么呢就是慈悲和平 大家都希望和平 那也许你会看说这个教的历史或那个教的历史曾经引起什么样的战争什么的 但是我们现代的社会上大部分的这些信徒是希望和平的 是希望和平的 伊斯兰教现在有一个好像是跟恐怖主义挂上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其实你如果问一个穆斯林 他会告诉你阿拉是什么意思 阿拉是和平的意思 而且有99个和平的不同的名词 所以他们也是很重视这个 好 那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建立共同之处 如果各大宗教都能够发生 发出声音 说我们是站在一起的 这不要把它当成是我们一定就是死敌 我们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这是我觉得我们宗教是可以发挥出的一些力量 师傅你刚刚说这个消除贪嗔吃 人心就会进化 进化以后就不会有这个不该有的念想 也不该有争夺抢夺的这些恶念头 可是对一个平常人来说 他面对外在世界的纷纷扰扰 也影响到他个人的生活 那他如果说我想不管外面怎么样 我想寻求自身心灵的一个平静 或者我这个家庭的安定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教大家 就是说在纷扰的外在世界里头 一个人要求得内心的平静 不受外界的干扰 他可以做什么事情 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我先举一个例子 我们有一些学校的老师 包括小学的中学的大学的教授 他们自己是学佛 那他们就有做一种尝试 就是你知道上课的时候 学生会很吵 他就说好 那大家现在上课开始的时候 先三分钟大家闭上眼睛 保持安静 他没有教他任何佛法的道理 就是教他保持安静 结果发现这样的效果非常好 也就是当大家一开始 有三分钟的安静的时候 整个这一节课 学生更加能够专心 不管是小学或者是大学 更加能够专心 更加能够吸收 所以在佛法当中 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自己的心 怎么样让它静下来 所以我们有所谓的 禅修静坐这些方法 这些方法 不是只是一种方法 事实上有几十种方法 来帮助我们 比如说观呼吸 这个很容易 就是我只是坐在这边 比如单身正坐 然后我就去觉知 我自己的呼吸的静出 就这样子而已 我想这样一讲 大家都可以开始坐 你坐个三分钟 有三分钟的力量 五分钟有五分钟的力量 好 那如果一个不懂的人会想说 这样子好像很无聊 这观呼吸有什么用 它的用处就很大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会对世间发生的事情 产生很多的焦虑 很多的不安 很多的苦恼 是因为我们心被外境所干扰了 然后我被自己的情绪带走了 然后没有办法静下心来 认真的思考 我能够怎么处理 其实每个人有很大的潜力 来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 那要发挥出这样的潜力的一个前提 或者说一种训练就是静坐 那譬如说关呼吸 我试试看 关呼吸五分钟 十分钟 然后再来面对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我自己呢 在念博士学位的时候 是软体工程师 我专攻的是一种AI 叫做类神经网络电脑 好 那要做这个要做很多实验 就是要写很多程式 写很多code 那在这个很比较复杂的这些程式里面呢 你往往就会有bug bug就是有逻辑上的错误 那有一个错误 这个程式就跑不动了 所以那时候很困扰 但是已经开始学佛了 所以找不到的时候呢 就很累 就闭上眼睛 就是关呼吸 很奇妙的是 我关了十分钟十五分钟 我没有去想那个问题在哪里 就会有灵感出来 就会有灵感出来 然后往往就能 找到说问题在哪里 我自己每天呢 会精心 也就是走路 走路的时候呢 我是什么都没有去想 没有去规划什么 没有去解决什么 就是保持一个宁静的心 就是心在当下 就这样子走 走 走 走个半个小时 其实每天都会有一些灵感出现 所以这很值得大家试 你不需要有任何佛法的训练 就试试看 自己去体会 那当然我的心能够越近 这禅定功夫越深 那你能够发挥出的潜力就更多了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譬如说你有一池子水 假如这水有风在吹很多波浪的时候 你就看不清楚水池里面有什么东西 如果这个水池是平静的 你可以看清楚水池里面每一颗石头 那现在呢我们的心就像这个水一样被所有这些境界啊问题啊在搅动着 你就看不清楚自己的心 那你就沉淀 你什么事都不用做 就是关呼吸就沉淀 你的心慢慢平静下来 你开始看清楚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思绪 看清楚这个问题的因缘 它的关联 那你就比较容易找到问题 那师父是深深的相信每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很强大的 只是要去训练把它发挥出来 常常有人要去佛寺打禅 我们叫打禅有三天的禅有七天的禅 我想一般的人大概七天对他们来说已经够长了嘛 因为不能讲话就是不能跟别人交谈 然后只能眼观鼻鼻关心 而且还要普团做那种打坐蛮辛苦的 这个是学习静心的方式最快的一种方式嘛 就是如果有人要学刚刚师父讲的如一盆沉浸的水这样的一种心情 应该要去一个特殊的地方学习怎么打禅吗 这是有他经验得来的用处 就是我在禅坐的时候 眼睛没有去看耳朵没有去听 鼻子没有去闻舌头没有去藏身体没有去动 那你的眼耳鼻舌声都没有在接受外界的刺激的时候 你只剩下这个心意识 你的意识 那所以我们在用譬如说观呼吸的方法或者其他的方法 把你的心意识收射住 你就比较容易达到这样的效果 如果我还在家里面或者是世俗的环境当中 还是有很多接触 那我们的意识非常会去攀缘 就是去抓这个抓那个想要刺激 我们的意识就像一个小猴子一样 或者一个小孩子一样 注意我注意我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我们的意识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就 他就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声去吸收这些 抓这些刺激这是为什么 禅作它不是唯一的方式 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又远离了你平常的环境的话 就跟大家一起在做的时候 你就有这种我们叫做共修的力量 共修 共同一起修行的力量 师父我刚刚提到无力感 就是很多的个人除了学习禅修之外 让自己的心境成名 因而得到一些感悟 可能会消除他很多烦恼之外 大家很多无力感 无力感来自于一个个人或一小群人 没有办法改变大环境的 这个已经有既有的一些现象 特别是 譬如说经济的困顿 这个外在环境的战争 特别是国际媒体常常说 海峡两岸进入兵凶战围 这个飞机军舰天天来骚扰 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该怎么做呢 我要移民吗 我要把我的财产都卖掉吗 就是最近台湾很多人谈这个问题 我应该躲到哪里 还是我们家有人要去当兵吗 就是跟着政府现在的政策 现任政府的政策 很多人开始彷徨 就是说 谁能给我这些解答 我应该做什么 所以这个无力感三个字 师父如何开始 好 这还是回到刚刚所讲的 你自己先把心定下来 静下来 你会把这个局势看得更清楚 但是这只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 就是要有智慧 怎么样培养智慧呢 佛法教我们 就是先 你要学会看事情的角度 有时候我们看事情的角度 错误的话 我就会陷到一个 无力或者是 错误的一个行为去 所以刚刚讲到无力感 但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那我看到世界局势这么乱 然后这么多问题 我很无力啊 那这个力量呢 还是要从自己开始 也就是当我自己学会这种 禅定 跟智慧的话 我开始改变我自己的人生 我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不再是 无所住了 无住的 那我也会开始影响到别人 我再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美国人 他到墨西哥去度假 那墨西哥呢 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海滩 很多人喜欢到那边去度假 那这一天呢 就是夕阳西下 他在那沙滩上走 然后呢看到阳光照到海滩上 黄金闪闪的 非常美 然后呢他就走着走着就看到 远处有一个人 在做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 他低下头来捡了一个东西 然后丢到海里面 然后呢又重复捡了一个东西 弯腰下来捡了一个东西 丢到海里面 一直重复 就不像是在玩了 等到他走近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是一个当地的墨西哥人 他在做什么 他把那个贝壳捡起来 丢到海里面去 因为那黄金山山其实就是贝壳的反射 然后他就问他说你在做什么 那个墨西哥人说 这涨潮的时候 千千万万的贝壳被冲上海滩 那退潮的时候 他们没办法回去 等到明天太阳出来 他们都会晒干了 所以再把他们送回海里面去 那个美人想说 这怎么可能 你不可能改变任何事情吗 这个海滩十几里 每天就是千千万万的贝壳被冲上来 你能改变什么 你不可能改变大局 你能改变什么 那那个墨西哥人呢 他还是 如如不动 捡起一个贝壳 丢到海里面去 然后他说 对他来说 一切都改变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也许觉得 我这么渺小能做什么 你不要小看改变一个人 当我自己找到宁静 找到智慧 找到力量的时候 你也许就影响到身边的很多人 然后他们可能就影响到很多人 他们可能就影响到 您 有很多关系的人 也许其中一个就是一个领导人 是不是 我们刚刚讲了 怎么开示一个个人 让他内心求的平静 方法比较简单 但如果是一群人 一个国家 一个朝代 一个领导人 一个政治领导人 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一个心灵工程了 我们从古时候学领导术 统育术 就是一个明君 一个好的君主 一个负责任的君主 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 尽管他雄才大略 但是他在历史上流明 他是必须有慈悲跟智慧的 就是他以万民的福祉为依规 有慈悲跟智慧 我们刚刚讲到个人 佛家怎么样把慈悲 把智慧 能够透过静坐的方式 传达给个人 个人如果能够彻悟 他可以传达给他旁边的人 就像这个骨牌一样 一个传一个传一个 最后可能就传到 一个很重要人的身上 也因此就改变了这个世界 和改变这个环境 现在面临全世界的政治人物 都是希望扩展自己国家影响力 扩展自己的领土 扩展自己的版图 或者是扩展自己的宗教影响力 因此跟别的国家起了冲突 这是最近很多战争的 一个起源跟来源 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找你 说师父 我想做一个既慈悲 又有智慧的领导人 然后让万民都爱戴我 敬仰我 然后让我们的 我统治的这个国家 是一个非常让人 钦佩的一个领土 一个国家 你要怎么开始它 就是对政治人物 慈悲智慧 是不是很难达到的 一个境界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贪嗔痴 把它放大了以后 就是一个雄才大略 而忘掉慈悲智慧 政治人物的一个表象 所以跟一个政治领导人 要怎么样跟它开始 怎么样跟它引导 这个问题 说简单很简单 说难很难 我觉得挺难的 是 为什么说很简单呢 如果这个领导人 我们首先看一下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根本的原因就是 你为什么要从政 你为什么要去领导这个国家 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 我希望整个国家 能够繁荣 我希望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这不是最根本的吗 要不然为什么要有 这样的一个领导人 所以最简单的答案就是说 你如果是一心 想要让国家繁荣 让人民安居乐业 能够安全地过生活 那其他你就会知道要怎么做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 对不对 你看到在引起战争的这个国家 以仇恨对仇恨的这些领导人身上 他们所做的 对他们自己的国民有帮助吗 没有 他们已经忘失了这个最基本的 政治人物的存在的原因 听自己国民谋福祉 是最基本存在的原因 因为他想过来扩张 就忘记照顾自己的老百姓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 国家也好地区也好 你的领导人 他是不是真心想要为 这个地区的百姓 我福祉 讲到这里呢 我们就自然会想到 台湾的一个局势 对不对 我想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 来讲一下我的想法 就是维小宝 大家都知道这个人 那在小说里面呢 维小宝呢 他是一个万事不公的人 就是很多很闹了 很多事情 很有趣的故事 但是 其实我们看 他跟我们台湾有点关系 为什么 维小宝 他的一个好朋友是康熙皇帝 他希望清朝能够统一 安定 发展 他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是天地会 又是反清复明推导 换句话说 他是夹在两股大的势力当中 他怎么求生存 有没有看到一些相似之处 那在小说的最后呢 他是全身而退 两边都没得罪 怎么做得到 所以从这里 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一些提示 好 那在路顶记这部小说里面呢 他还有另外一个支线 就是维小宝在找宝藏 大家都要找宝藏 好 那那些宝藏是藏在哪里呢 藏宝图是藏在佛经里面 叫做四十二章经 这部佛经 然后呢 他花了很多时间 最后把这些经全部收集起来 然后在他的封门里面 找到那个宝藏的全图 最后找到宝藏了 当时我在看这部小说的时候 我就想说 因为我已经在开始学佛了 其实真正的宝藏 不是那个藏宝图啦 是这部经里面的内容 好 我们今天讲一下 那部经里面的内容 我们可以给他取名为 维小宝没找到的宝藏 好 但是呢 维小宝他找到这宝藏之后 事实上他没有取分文 因为什么 他觉得这是清朝的龙脉 我不要伤害我的好朋友 所以他分文不取就离开了 这里面是有很深的意义的 所以有一次呢 师父就突然想到说 那金庸为什么要选择四射藏经这部书 这部经书 这部佛经呢 那我去重新再翻了一下这部经 果然有找到一些 这里面有一段叫做 福为道者 如木在水 寻流而行 不住两岸 不为人取 不为鬼神所扰 不为回流所住 亦不腐败 我保此木 决定入海 就是有一个木头 它在河流里面飘 它希望到大海里面去 这里面讲的是修行人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在 我们现在台湾的局势 也就是我现在 在这个水里面 我想要达到一个目标 就是繁荣兴盛 但是呢 我很容易碰到很多的障碍 寻流而行 就是我顺着这个时代的潮流 在走 第一个不出两岸 你如果太靠近一边 你就卡在那边了 你靠近另外一边 你也卡在那边了 但是你也不要得罪任何一边 是不是有道理 就是在 夹在两股强大的 中美关系当中 台湾的自处之道 用42斤来比喻 这是最基本的 不处两岸 然后呢 不为人取 什么叫不为人取 被人家拿走 也就是说 被人家玩弄在手上 形成人家的棋子 我们自己想想看 我们有没有一些 有一些作为 好像有这样的趋势 不为鬼神所扰 鬼神 好像很玄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解读 为什么 就是胡说八道的一些话 祸人心思的一些话 不实在的一些话 意识形态的一些话 我们有没有 这样的东西 在迷惑我们的国民 不为鬼神所扰 不要被他骗了 你要自己去看清楚真相 然后呢 不会回流所住 你卡到一个漩涡里面 那木头就动不了了 我们台湾这过去十年 二十年的经济 是不是好像没有什么发展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个回流是什么 这个漩涡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自己内耗 我们自己在内耗 就把自己的力量 给消磨掉 也没办法前进 最后一句 亦不腐败 你木头自己腐烂了 没有用 那换句话说 我们的领导人 什么叫腐败 做一个领导人 你有没有私心 这是第一个 所以四十二章经 最后一章 前面几句 也可以值得我们参考 四十二章经 最后一章 就是佛说他 自己的一个修行的路程 他说 无是王侯之位 如过戏城 是金玉之宝 如瓦利 是玩树之福 如碧薄 就这三句就好 其他后面几句 是跟修行有关的 我们就不提了 无是王侯之位 就是帝王将相 这个权力 我看他就像 那个窗户里面 透进来一道阳光 里面就会看到 灰尘飘过去 这个时间是很短的 叫做过戏城 无是王侯之位 如过戏城 他就是这么快 就过去了 就很无常 我要这么执着他吗 所以他不执着 降往地下的这种权力的位置 第二个呢 是金玉之宝如瓦利 金玉之宝好像砖头石头一样 我不在乎钱财 我不在乎权力 是玩树之福如碧薄 这个代表身份地位的 这个漂亮的衣服 好像破布一样 所以我有多少实力 我就说多少话 我就做多少事 我如果没有一个博士学位 我就说清楚吧 也没有关系嘛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的领导人 如果能够做到这三项 不在乎权力 那我不在乎权力 为什么要做领导人 当然是为了老百姓 那么我不在乎钱财 我就不贪污 我不在乎身份地位 我就能够 能升则升 能屈则屈 然后呢 我就能够心平气和地来看 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够为我们这个国家 长远的利益 能够有所发展 能够到海里面 大海里面去 对不对 那你看台湾 这么小一个地方 但是它很有潜力 你看过去几十年 现在我们输出了很多人才 师傅有个局势 他是Google的高级工程师 他说Google里面 大概有30%到40%都是华人 那这华人里面很多是台湾出去的 那现在当然越来越多从中国出去的 所以一个小小的岛 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对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常讲台湾的护国神山是什么 护国神山就是一个 不贪污 不爱权力 不重视自己身份地位 能够真正为百姓着想的 这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师傅我们中观一部人类 这个国际关系史 包括战争也在国际关系里头 其实都是以实力跟利己为出发点 第一个 我要培养自己国家实力 我要比别人强 第二个 我们竞争的结果 如果最后导致战争 其实也是利己嘛 就是对自己有利 所以实力跟利己 其实是几千年来国际关系中间主宰的一个重要力量 那最近我们看到两场战争 每天在电视上播 因为网络时代 几乎第一时间我们都知道 这个加萨走廊发生了什么 然后乌克兰哪个城市又被轰炸了 所以 人人都谈和平 美国跟欧洲说 乌克兰需要和平 那么全世界的人 包括宗教人也说这个加萨走廊的悲剧 不能再演下去了 双方一定要停战 一定要来谋求和平 而其实它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历史上 整个国际关系是看起来 和平不是唾手可得的 总是经过了千辛万苦才可得 而且得来的这个和平 其实也不是 就付出了很多代价 它不是等量的一个 一个牺牲跟这个战争的这个和平 所以有人认为和平存在哪里呢 和平只存在那些 因为战争而颠沛流离 这个告苦无门的 这些可怜的百姓口中 因为他们天天都盼望和平到来 对于有政治权利的人物来说 和平从来不是他们真正追求的 一个终极目标 和平只是一个口号 所以人类需要和平的教育 人类需要被教导 在他的整个人生过程中 要把和平看成是他们永远学习 可能都学习不到完美的一堂课 作为一个佛教的教徒 你怎么来看 学习和平这件事情 辉宇您讲到的 那和平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那各国好像一直都会竞争 那谁有实力 谁就会去迫害他人 其实不是都是这样子的 不是 是因为在过去这两三百年来 我们看到的是欧美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一直在这个世界上 主导这个世界的发展 但是我们看到更远的话 中国几千年的发展 最后形成一个中华文化的 一个大的帝国 确实有 它有去兼并了旁边的势力 而扩张领土的 有这么几次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 它是维持着一个这样的一个领土 然后呢 譬如说跟日本 韩国 其他周边的国家 基本上是没有去兼并他们的 也就是说 我希望我自己的国家 能够发展得好 有两种思维 一种思维是 我要不断地扩张我的领土 去侵占其他的国家 然后去收割他们的资源 但是你看中国几天以来 这样的思想并不是很强的 这另外一种思想就是说 我能够安居乐业 能够兴盛繁荣 你能跟我和平相处 这样子也好 对不对 好 所以现在呢 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国家 是这样做呢 我相信是有的 我们被这两场战争 或者是几场战争看到 或者说 现在世界第一强国 在主导的这个霸权 它的思维模式 是我要去收割你们的资源 我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跟我夺取了我世界第一的地位 但是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子 也许我们有选择 也许另外一个庞大的势力升起来之后 他想的不是 而是说我怎么样发展经济 我怎么样跟世界各国友好 我如果说这个大家的经济都起来了 我们的贸易更加好了 我们彼此互助 这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一定要打仗呢 所以这不是唯一的选择 也不是历史上一定的选择 对不对 所以和平教育 慧云讲到和平教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那这里呢 师父先从一个个人的教育开始讲 然后再讲到和平的教育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从小孩子的教育开始 譬如说在台湾 我们很流行补习 好像是你不给他 这个也补那个也补 然后这个分数一定要上来 一定要打败其他的小朋友 然后一定要考到名校 然后将来才会怎么样 才会赚大钱吗 人生的目的是赚大钱吗 我们是希望这样子吗 还是说希望他过有品质的生活 能够快乐 所以其实家长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快乐 只是我们可能没有去深思什么是快乐 什么是quality life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就要重新思考我们的教育 那给他这么多的知识就一定是最好的吗 我们讲孔子是至圣先师 他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他的教育理念是说 我先培养你做人 弟子入则孝 出则涕 谨而信 然后犯爱重 行有余利则以学文 也就是我要培养你的道德 你跟大家能够对上能够尊敬 然后对下能够有爱 跟大家和平相处 你做到这个做人的根本的时候 我在教你这些文 文是什么 就是知识 六亿啦 四书啦 这些知识 那你看我们现在的教育 都是知识的传递 只有知识的传递为主 知识就是一个工具 一个工具用得好 你可以利益大众 用得不好 就像开车 用得好可以很方便 让你带到各地去 用得不好你可以杀人 所以我们一直在注重这个知识的话 这是最好的吗 不是的 所以师父认为 教育下一代 最重要有几个原则 我们如果能够掌握这几个原则的话 你不用担心他的未来 第一个就是感恩的心 我们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多少人为我们付出了多少 父母 社会 老师 警察先生 政府 还有甚至于世界各地的人民 我们身上穿的 用的都是哪里来的 食物从哪里来的 对不对 我们要感恩 不是说父母给我的 都是我应该得到的 感恩的心 第二个呢 恭敬心 就是这些更有学问的 更有道德的 是我的长辈的 我要恭敬 第三就是责任感 所以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 碰到挑战的时候 我会想说 我有责任 要把它解决 我有 所以第四个就是 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叫做加州理工学院 那是一个跟马尔森 里根属业 平民的学校 是 那 现在过了那么多年 我又出家了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 学到的知识 一点用都没有 但是 我很感谢那个教育 为什么 因为他教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碰到的问题 比我在高中学到的要困难十倍二十倍 我一开始碰到这些作业的时候 我真的不晓得要怎么去下手 但是你又不想被荡掉 荡掉太丢脸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绞尽脑汁 去想要去解决它 能够过关 甚至拿到好成绩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我解决问题的潜力 被提升了很大幅度 那时候我就相信 所有人都有这么多 有被开发的能力 所以挫折 困难 挑战 其实都是好的 你相信自己 能够 如果能够冷静下来 但是那时候 不懂得静坐 如果懂得静坐会更容易 所以一个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果你的孩子 掌握了这几个的话呢 你真的不用担心他的未来 他会做一个正当的 能够为社会付出的好国民 你真的爱好国民的国民 对 因为他会知道说 我这一生的成就 不是我一个人得来的 是全世界 共同缘起 成就的 我今天穿着吃的 其实都从世界各地来 我知不知道那些人 譬如说 台湾现在很喜欢咖啡 有没有 高档咖啡 一杯可能 相当不少的 好几百块 你知道吗 那么一大袋的高等咖啡豆 在原产地 他们真正种那咖啡豆的人 他们得到多少呢 可能就是几块钱而已 所以当我了解到这个现象的时候 我会开始说 我是不是要让他们 获得更多的利益才比较公平呢 这是一种责任感 对不对 这是感恩的心嘛 所以这很自然就发展出一种和平的 我们能不能找到和平共处的方式 我也要发展 我也要发展 但我们是不是可以共赢 这就是佛法讲的利他自利 自利利他 这其实是在我们东方一直都有的传统 在西方的文化里面 比较强到对立 零和 对不对 不是你赢就是我赢 我赢你就必须输 但是在我们东方的思想里面 不只是佛教而已 如道士都有这样的思想 就是天下大同 天下大同的这个思想 就是我们可以和平共处 好 今天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听监护师傅 对我们讲和平这两个字 从个人怎么样寻找到和平的教养 到一个国家 怎么样被认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以及一个君主 或者说一个领导人 他要什么样的修养 才可以被称为是一个慈悲 有责任心 而且给老百姓带来福祉的一个领导人 我们常说佛法为心造 其实今天如果在师父面前拖大 我要用几个字做结论 其实和平也为心造 对不对 完全正确 我们心当中知道和平是一个结果 什么样的因能够产生这样的结果 就刚刚师父讲的几个重点 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 和平就会是我们的结果 最后一点点时间 师父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 因为你说你很多时间都在国外弘法 那今天看到这节目的台湾 无论是信众不是信众 都想知道 监护师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谁 简单说 我从小其实对这个世界蛮好奇的 那我总是想要得到一些知识 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书 就是一百个为什么 那一类的书 佛法新知之类的 那我后来就去学理工 但是学了这很多知识之后 我又觉得不满足 因为我发现那些很厉害的 一流的学者 包括工程师 科学家 他也不一定能够处理家庭的 家人的关系 子女的关系 他还是有很多烦恼 所以我就想要去了解 人生是为了什么 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那我就从西方的宗教 西方的哲学 最后找到东方的哲学 跟东方的宗教 也找到佛教的时候 我觉得我找到这个答案 因为佛教其实 它是一个非常理性的 很有智慧的 刚刚讲的我相信 是很理性的一个教导 然后我就一直挑战佛教 就是说这个听起来很有道理 可是我怎么知道是真的 这是我们一种工程师的思维 我怎么知道它真的 我挑战了它很多年 最后就相信它是一个真实的一种智慧 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这个世界 看清楚自己的心 那要看清楚这个世界 一般人是透过科学 研究来得到的 佛说不是 透过了解自己的心 当你了解自己的心的时候 你就能够了解这个世界 因为什么万法为新造 所以最后我觉得 我想要走的最有意义的一条路 就是把我从佛法当中得到的这些道理 能够分享给大家 那从决定要出家那一天开始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个决定 因为我觉得 真正大家需要的是心灵的安宁 以及人们如何面对人生的种种困扰 那这正是佛法能够提供给我们的 听说你可以用英文去跟外国人做一些佛法的开示 是 这很不得了 还好 这是姻缘了 好 姻缘 今天非常高兴 监护师傅到节目中来 跟我们开示寻找和平的关键 所牵涉到的个人团体 甚至领导人 所应该有的一些作为 如果你对今天世界局势的纷乱 有很多的困惑 而觉得困扰的话 希望今天这一期话 对您个人有一点小小的帮助 谢谢监护师傅到节目中来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谢谢会议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